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跟随人挺多的 但是我自己其他发文比较少 看资料少 Instagram上几乎没有怎么动 所以我们就从推特上讲 因为推特也蛮竞争的 所以大概在今天的上午 23号的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 上午大概9点多 当你去打进北京疫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来的东西 他去宣传这个北京现在有多好 所以应该讲说习近平有动作 或者说王沪宁有动作 那他们意识到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很大 那同时在我眼睛里也认为 应该北京真的出了大事 就是说习近平没有掌控到 这是这期节目 习近平失控了 就是那他想往回找 他实在没有想到疫情是这样 这么个方式 这么个状况发生的 我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从01到03的账号 基本遇到麻烦 我会把所有节目都往上贴 所以大家会看起来 他常看我节目的时候会觉得稍微乱一点 我说陶哥你怎么哪都有 这个节目 因为贴上去可不一定 他就发不出去 只要他被遏制 被黄标就不能发 一般就不能发 不能发的原因就是 他会把账号利用算法的方式 给你打没了 就在推特档案里 当时马斯克释放出来 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了 他只要你被黄标了 他用他的算法 会把整个账号算没的 他是竖着走的 所以我们利用四五个 我们一共有七个账号 这样横着的方式来突破 因为有人说 陶哥你为什么这么做 中国人麻烦 真的很多人会很惨 这刚开始 刚刚开始 这边的策号 亿 107 106 7 126 116 116 116 中文字幕 李宗盛